尊敬的成德法师、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借着我们英国汉学院第一届群书制药史修班 第一天这样的殊胜姻缘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净空老和尚好学精神这样一个主题 来一窥老和尚一生成就的关键要素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成功人士一定有他成功的要诀 以至圣先师孔子为例 孔子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成就呢 孔子他的成就在于好学 在《论语公也长》里面 孔子他说 实事之意 必有忠信如秋者焉 不如秋之好学也 就是说 在十户人家 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一定能够找到忠信的德行 跟孔子相等的人 但是差别呢 就在于他们都比不上孔子好学 所以孔子成功的关键是在于好学 当然在这边讲成功学 有一点班门弄斧 因为我们成德法师 以前就是专门研究成功学 我们想成功呢 可以多跟他请教 那比如说法师他能够演讲 能够讲得很成功 这个都是非常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要看看呢 孔子是怎么样好学呢 孔子他讲自己好学 那有哪些方面呢 他好学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追求学问的方面 第二个是修养德行 在追求学问的方面 《论语数学》篇里面 孔子他说 他自己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就是 他自己追求学问的热衷 发分向学的时候 读书起来 一读起来可以废勤忘食 然后得到这种学习的快乐 他把忧愁都忘了 连自己 年纪越来越老 也忘了 所以这个精神 我们可以看得到 然后在修养德行方面 在《论语数二篇》里面讲 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就是说 三个人在路上同行 其中一个就是孔子自己 另外这两个人 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 那么如果他们是善者 他们是德行比较好的人 孔子就会学习他的优点 那么如果是不善者 德行不足的人 孔子就会以他为借敬 来改正自己的不足 那么就是说 任何人 孔子都可以从他身上 学习到他的德行 所以有一句话说 圣人无常师 圣人是没有固定的老师 就是可以 从任何人身上来学习 这个就是孔子 好学的精神 那我们今天 要看净空老和尚 老和尚也是好学成就的 老和尚是当代佛门高僧 他在弘扬佛法 弘扬传统文化 促进宗教和谐 促进世界和平 这些方面 都做出重要的贡献 首先我们看老和尚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 老和尚一生 讲经六十二年 比释迦摩尼佛 讲经四十九年 都还要长 讲经时间这么长 这个是自古以来 佛门大德当中 很稀有的 老和尚讲经深入浅出 他能够以浅白的言语 来阐述深奥的佛理 让听众都能够听得明白 所以老和尚讲经的射受力很强 听众很多 而且老人家率先 以高科技弘法 通过网路 还有卫星电视 来教学 让法音遍布全球 有人估计 听老和尚讲经的人数 达到一亿人以上 还有人说是三亿人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听老和尚讲经 得到真实受益的人 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亲耳听到的案例 就很多 很多人在人生遇到瓶颈 内心很痛苦的时候 听到老和尚讲经 就解除了困惑 得到幸福快乐 还有一些人 他的经验是这样 当他遇到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他就去听老和尚讲经 然后很奇妙的是 老和尚讲的内容 正是他需要的答案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也是累世不爽 老和尚还成立 弘法人才培训班 而且赞助创建 国际佛教大学 来培养佛教各中的人才 老和尚 老和尚很早就开始注印 各中各派的法宝 还有善书 广泛流通到全世界 当然他还有注印 这个《乾隆大藏经》免费来赠送 老和尚在弘扬佛法方面 做出很重大的贡献 其次就是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 老和尚提倡 伴班教学 带起一股风气 让传统文化的弘扬 遍地开花 为了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保障 老和尚还大量地购买 四库全书跟四库会药 奔送给世界 很多国家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来收藏 老和尚想到的就是 以后如果世界有灾难 那么也不可能 那么这些收藏的 全部都毁坏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 把这种智慧保障 能够长久流传下去的 良苦用心 但是接着老和尚又想到 虽然这些文化保障 都留下来 如果没有人读得懂 那等于是一堆废子 一堆固执而已 所以就要培养人才 能够来读得懂这些古书 这也是老和尚 成立英国汉学院的初衷 老和尚还跟台南成功大学合作 创办这个汉学组 培养硕士跟博士的人才 那在我们这边 就有硕士班毕业的 这样的老师 加入我们汉学院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老和尚的这个睿智 老和尚还在很多个地方 唱剑万幸先祖纪念堂 提倡记祖 同时也办记祖大典 来提倡孝道 现在在亚洲 好几个国家地区 在欧洲也有好几个地区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跟大洋洲 就是澳洲 那甚至在联合国 叫根组织总部 都举办全球万幸先祖 祭祖大典 以及来做三十信念 这个都是广泛的来弘扬孝道 跟知恩报恩 第三个 在促进宗教和谐方面 老和尚在新加坡 团结九大宗教 做得非常好 受到新加坡政府的表扬 也在马来西亚跟印尼 团结主要宗教 后来应澳洲政府邀请 移民到澳洲 在图文巴士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做出很好的成绩 也感动了 来参访的 联合国教科恩组织的 几位大使 所以就在教科恩组织总部 成立净空之有舍 老和尚时长 在教科恩组织总部的办公室 跟不同国家的大使 来交流 老和尚也促进宗教回归教育 宗教互相学习 安排各宗教的代表 在教科恩组织 国际和平大会上 携手为世界和平祈祷 这个是以前在教科恩组织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他们的概念 就是不同宗教人士在一起 就会吵架 所以他们很害怕 没想到 不同的宗教 能够如此的和谐 所以把宗教团结 带到了教科恩组织 产生正面的影响 最后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 老和尚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经历过战争 充分体验到战争 非常的残酷 所以他一生 都是在倡导世界和平 有一些国家的政要 来问老法师 世界和平的问题 这个世界还有和平吗 那么老和尚就提出了解药 他说要从宗教下手 如果宗教之间 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那就能够促进族群之间 政党之间 国家之间 也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那世界就能够和平 老和尚他也是一直遵循这个方向 在推进 哪怕老人家到了九十岁 九十几岁 只要对促进世界和平有帮助 老人家就是不辞辛劳 这个坐长途的飞机 也要来推动 老和尚还倡导在世界各国建立和谐示范城 首先老人家就把图文八建设成和谐示范城 还有能够建设宗教圣城 还提出建立宗教大学的构想 老和尚还在多次的主题演讲当中 提倡中华文化可以促进世界和平 刚才成德法师也讲 因为听的这些大使 他们听得很欢喜 但是没有信心 所以老和尚就是在他的家乡 做出实验 做得很成功 做了三年 我们成德法师就是其中 主要的老师 我们也有那时候卢江的同仁也一起来 都可以作为证明 做得很成功 还在2006年 在教科文组织总部 汇报这个实验 而且也展示实验的成果 有很多国家的大使都深受感动 也有亲自到卢江去参访 所以老和尚做出很多方面的贡献 那么我们说 老和尚成就的关键 也是在于好学 老和尚的好学 也是表现在追求学问 以及修养德行 这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 在追求学问的方面 在佛门叫做解门 老和尚在这个方面 首先老和尚小时候 刚开始是从师俗教育开始 可以是说 现代人接受师俗教育 最后一个题次 那么给他印象很深的 就是进入师俗第一天 拜师仪式 他的父亲在前面 带着他拜 首先向红老夫子 向行三跪九寇守礼 这个是最高的礼节 然后请老师上座 老师就是他的父亲 带着他向老师行 三跪九寇守礼 那么这个给老尚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也让老尚养成 尊师重道的美德 所以老尚一生 对老师非常的恭敬 不管是他自己的老师 或者他邀请来教学生的老师 老和尚都非常的恭敬 老和尚小时候 跟着母亲到城隍庙 然后看到有泥塑的地狱的景象 老和尚就对因果产生了很深的敬畏 所以一生不敢造恶 所以敬畏因果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等到上了新式小学之后 老和尚上课很认认听讲 下课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 老和尚不喜欢西系 不喜欢去游玩 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阅读上面 他所阅读的内容 非常的广泛 所以学识很丰富 很渊博 这对后来讲经红法 有很大的帮助 老和尚不乱花钱 他把存下来的钱都拿来买书 老和尚对于感兴趣的书 他会反复地阅读 像这个西游记 三国演绎水浒传红楼梦 这个所谓四大小说 每一种老和尚至少都读了十次 后来有人为老和尚推荐 了凡事训这部书 老和尚一口气就读了三百遍 所以我们知道老和尚 他的天资很好 他听过一次演讲 一星期之内要他赴讲 他可以讲出百分之九十五 所以他的记性是非常的好 但是即使有这么好的记性 他还是反复地阅读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苏东坡在《宋安敦秀才》 《诗谢西归》 这首诗里面 他有两句话 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之 我们古人都是强调书要反复地读 读书百遍起义至限 读书千遍起义至限 老和尚就是充分地落实这样的教诲 老和尚在十四岁的时候 因为家境清寒 缴不起学费 必须辍学去做同工 那时候呢 没有办法继续求学 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 他每天有空呢 就会坐在树 这个河边树下思考 那么老和尚想什么呢 他不是想自己 他是想说怎么样 才能够让全天下的孩童 不会因为家境清寒而失学 所以老人家十四岁 他的心量就是这么广大 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怎么样照顾全天下的儿童 让他们受教育 那这个应该也是因为 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念念都是想着天下 然后老和尚不是胡思乱想 他真的想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就是国家来征收 这个对企业征收这个教育税 那这个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有钱的人多拿一点钱出来 让大家都能够免费的来上学 所以说老和尚的思想 其实是很符合实际的 虽然失学 他还是坚持自学 继续在读书 没有因为失学 就丢下课本 在抗战逃难的时期 老和尚在贵州 这个国立第三中学 读初中 那当然了 这个也是国家 为了照顾流亡学生 不然的话 不会有国立的中学 那等到这个抗战过后 老和尚在南京第一中学 复学 老和尚回忆说 他从小就很喜欢上台演讲 所以他会把握每一次 可以上台的机会 去演讲 那这个也为他后来 奖金能够很成功 奠定了基础 在南京一中的时代 他很活跃 他能力也很强 他创办了学生自治会 被推选为常任理事 那个时候社会很动荡 所以各个学校的学生 闹罢课 不上课 上街去游行 而且还要把各个学校 串联起来 大家都要参与 那老和尚那时候 等于是学生领袖 但是他很理智 他知道学生最要紧的 就是要读书 所以呢 他让他们南京一中的学生 好好安心读书 那么对外呢 他就派三个学生代表 去签名 去参加游行 由那三个学生做代表 所以其他学生呢 能够照常安心上课 老和尚可以说 把这个形式看得很清楚 所以学校的校长跟老师们 对他很喜欢 也很敬重 老和尚年轻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是 除了喜好演讲之外 就是显示老和尚的理智 跟稳重 然后老和尚年轻的时候 他不喜欢跟童年 年轻的人在一起 因为学不到东西 他很喜欢亲近 长者 学者 教授专家 常常跟他们请教 学习他们的学问跟经验 老和尚说 我没有念过古书 那么对古籍呢 都是自修来的 没有老师指导 自己也感觉 读书太少 很痛苦 所以呢 就很喜欢读书 自己找书来读 有疑难的时候呢 就主动向别人请教 向这些学者 教授来请教 老和尚对哲学很有兴趣 当他知道 著名的哲学家 方东美教授 是安徽同城人 等于是同乡 所以呢 他就写了一封信 他就写了一封信 以同乡的名义 写一封信给方教授 毛遂自荐 希望教授同意他 到台湾大学 旁听 这个课程 也附上了自己写了一篇 关于哲学的文章 叫哲学 理策 方教授 读了他的信 也很讶异 就回信 约他到家里来见面 那么一谈之下 才知道 他的这个学历 只到高中读半年而已 那没想到 他的这个信 文言文 能够写这么好 跟老师上讲 你写的文言文 我们台大学生写不出来 那同时也怕 他到大学旁听 会受到污染 所以呢 就每周末 在家里 来指导老和尚 一对一 来指导老和尚 哲学课程 所以老和尚 凭着对老师的恭敬 还有自身的好学 赢得方教授 对他的器重 也因为听方教授 讲哲学 讲到印度哲学 讲到佛经哲学 老和尚 才开始 来学佛 那时候 在一般的 社会上 其实找不到佛经 很难找到佛经 只有在寺院的藏经楼 可以有佛经 所以老和尚 就去 抄经 他前后抄了十几部 佛经 很辛苦 但是很受用 老和尚 他是真干 学佛之后 就认真按照老师的指导 来落实 所以 所以他后来 真的亲自体验到 方东美教授讲 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 这个老和尚 亲自体验到 那在亲近方教授的同时 老和尚也亲近他第二位老师 张家大师 三年之后 张家大师 远吉 老和尚 持续工作 跟随 燦云法师 在埔里 住毛棚 半年 他为 就是 有 那时候有两位 法师 还有一位居士 所以老和尚每天 做苦工 来服侍他们 让他们能够 安心的 修行 那除了工作之外 每天还拜佛 八百拜 而且把 阿弥陀经的三部 注解的表解 画出来 所以就让他体会到 佛经的表解 就是佛经的架构 非常的严谨 你能够把它分段 分段 段落到很细 等于是每一句话 都有他的用意 然后呢 就到台中 亲近 李秉南老居士 来学佛 那也认真的 遵守 师承的三个条件 得到了清静心 那时候呢 老和尚 他很 学习佛法 非常的用心 他很认真的 来读经 来读注解 那特别是晚上 夜深人静 特别适合读书 所以老和尚 一读呢 就把时间忘了 他可能觉得 才一两个小时 那怎么天亮了 已经过了 七八个小时 所以真的是 废寝 忘食 李秉南老居士 他每次 讲完一次课 会要求学生 付讲 那么学生呢 只要能够上台 把道理讲清楚 就可以 他不会要求说 你要付讲 多少次 但是老和尚 他每次 听完一次课呢 他一定 付讲 十次 要求自己 要付讲 十次 在三十三岁的时候 老和尚 到台北 原山 林济寺 出家 没有很好的地方住 他就住在这个 钟楼上面 小小的钟楼 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 睡觉的地方 睡醒之后 免贝叠一叠 就是看经的地方 那根据 去那个时候 去看望 老和尚的居室讲 这个钟楼很小 老和尚就在 四周都贴满了 这个 提醒自己的经据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然后老和尚 他读经 很精进 很少说话 哪怕跟自己 熟悉的居室 都很少讲话 出家之后 老和尚就开始 讲经教学 同时呢 也继续跟随 李秉兰老居室 学习讲经 老居室 用三年的时间 讲完一部 人言经 老和尚 每次都赴讲 所以老和尚 赴讲 人言经 也是在三年里面 就圆满 老和尚 学习 很精进 他讲经 也很精进 有时候 一天可以讲 九个小时 都不觉得累 到了八十几岁 那我去亲近老和尚的时候 老和尚已经八十六岁 那时候老人家还是坚持 每天要讲经四个小时 上午两个小时 下午两个小时 讲完经还会课 有时候一会课 又是好几个小时 所以老人家的精神体力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然后老人家 除了讲经会课之外 还不断地在精进 有一段时间 老人家就是鼓励大家 要听黄念族老君士讲的 静修解药报恩谈 那他就是鼓励大家 要听很多次 可能不知道几百次 老人家自己就这么这样听 所以讲经会课完了 坐车回到他的住处 六合园 那他就打开电视 跟侍者们一起听 静修解药报恩谈 老和尚觉得如果他不听了 侍者们也不会自己听 所以等于是陪着大家听 督促大家来听 老和尚如果出门 出远门 那么一坐上车 就戴上耳机 就开始听 静修解药报恩谈 到了机场 在等飞机的时候 继续听 上了飞机 继续听 除了睡觉以外 一路继续听 下了飞机 人家来接机 坐上车上 老和尚还继续在听 听了一遍又一遍 听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就跟我们讲 这一路来 他已经听了多少遍 老和尚这种精进的精神 真的是不懈的精进 让我年轻人听到了 都汗颜 那这个是简单的介绍 老和尚在解门方面的好学 那接下来 我们谈一谈老和尚在行门方面 在修养德行方面的好学 老和尚在读南京一中的时候 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 这个也是显示 老和尚他善于向其他同学学习 那时候老和尚是学生领袖 又得到老师们的这种爱护 同学们的尊敬 可以说是很风光 那就难免有一点年轻好胜 这不是我们敢下的评语 这是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自己讲的 他说那时候年轻好胜 然后他就最瞧不起 班上了一个叫白振环的同学 老和尚觉得他太懦弱了 然后就常常给他难堪 欺负他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他说那是有一次学校举行校园写生比赛 所以每个学生都到外面去画 然后其他同学都在画校园的风景 那老和尚跟人家不一样 他是画人物 他画哪一个人物呢 就是画这位白同学 坐在那边写生 那老和尚就画他 这样子 还画得不错 得到了第三名 然后就贴出来了 然后大家在那边看 就有同学跟他祝贺 那老和尚就说了 我的画跟你们都不一样 你们画的是镜物 我画的是动物 所以这个就是拐着弯在骂人 明明是人 你为什么说人家是动物呢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事实上你就是欺负人 所以欺负这个白同学 到了这种程度 把握出任何一次机会 所以可见他多么讨厌这个同学 处处跟他过不去 可是这个白同学很有涵养 他年纪大概比老和尚大一两岁 曾经当过兵 见过世面 就是不管老和尚怎么样对待他 他一点都不生气 一句不满的话都没有 不仅是这样子 他私底下还赞叹老和尚 钦佩老和尚 即使在私底下都没有讲过 老和尚一句坏话 所以这个功夫这么好 这个白同学 后来这个消息就辗转了 传到老和尚耳朵里面 所以过了一个学期 老和尚很受感动 被这个白同学感动 自己也觉得很惭愧 所以就去跟这个白同学道歉 从此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那这个白同学的这种功夫 也让老和尚从此就学会了忍辱 从此之后 他这个忍辱功夫就变得非常的好 所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有好几次 就讲到他很怀念这位同学 如果不是这位白同学 那一年来的帮助 老和尚那个供告我们 是回不了头的 这是老和尚自己的话 他觉得自己学我 能有一点成就 就是靠这一个 那么我们想想 老和尚曾经是很出风头 等于是受到这种众心拱跃 这样待遇的人 那么他修忍住起来 能够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无论别人 怎么样恶意对待他 他都能够忍耐 老和尚23岁的时候 跟随军队到了台湾 在军中是一个复杂的环境 彼此都会嫉妒 那有时候人家看到老和尚表现得好 就跟他过不去 可能就来骂他 甚至要打他 那老和尚呢 他是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不管对方怎么骂他 他一句话都没有回 那么打他呢 随便他打 甚至被打倒在地上 就干脆就躺在地上了 随便他打 做到这种程度 那当然了 会来骂他 会来打他的人呢 都是一时的冲动 第二天呢 往往就来跟他道歉 所以老和尚在军中的考基 这个德行成绩 都是第一名 那这种忍辱的功夫 让老和尚一生受益很大 所以他说 自己永远活在感恩的世界 那么对于来毁谤 侮辱 欺负 他的人呢 都是心存感恩 心里没有丝毫的怨恨 那么在公开的场所也是这样 老和尚有一位资深的弟子 悟道法师 他就曾经回忆说呢 有一次 在台北大专佛学讲座 有一位女居士呢 不知道听到老和尚讲什么事情 就在老和尚讲课当中 突然就站起来 指责老和尚 那老和尚没有反驳 他就下台 跟这位女居士道歉 典礼 然后就离开这个会场 到了那一天晚上 还是继续讲清 完全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一样 那这个也包括老和尚 能够忍耐 他的护法 韩英馆长 三十年的折磨 韩馆长护持老和尚三十年 但是他是东北人 东北人有时候性质很直 也很强势 他心地是很好 护持老和尚三十年 但是也折磨老和尚三十年 韩馆长是很厉害的 有一位居士想要出家 等了三十年 不敢出家 就是因为怕韩馆长 等到韩馆长往生之后 他才出家 他想要拜老和尚为师 但是韩馆长往生之后 老和尚就不收徒弟了 结果他就拜悟道法师为师 他的资历比悟道法师还早 悟道法师是二师兄 那他的大师兄 就是这位居士的好朋友 本来已经商量好了 约定好时间要剃度他了 他不敢去 不敢去华藏图书馆剃度 他就找他朋友 一直跟他说出家多好 出家多好 鼓励他去 你去 这个时间去 人家就把你剃度了 他这个好朋友 信以为真的就去了 就被剃度了 就变成老和尚坐下的大弟子 他们称为大师兄 悟道法师还只是二师兄 结果等到韩馆长走了 这位居士都准备好了 跟着老和尚到美国 就想要出家了 跟家里面什么都安排好了 结果去了 老和尚说他不剃度学生 不剃度土地了 就说他跟悟道法师出家 所以本来可以做大徒弟的 后来变成大徒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韩馆长厉害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老和尚 能够跟韩馆长和谐相处 30年 一直到韩馆长在1997年往生 那么他往生的日期 跟张家大师只差一天 老和尚每年 就到了他们祭日的时候 就办法会来纪念他们 到了2017年3月4日 这个是张家大师 元吉60周年的纪念日 隔天3月5日 是韩馆长往生 20周年的纪念日 老和尚在台上开试的时候 每年老和尚都会讲开试 他就说 我从李老师那边学到的六度 不失词戒 忍入精进 禅定般若 在韩馆长这个道场 落实 如果没有这30年 我的烦恼习气 怎么能够断得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们不如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遇不到韩馆长 给你们这么多的折磨 说老实话 即使有人要给你折磨 你也没有那个耐心 能够忍受30年的折磨 这样你怎么会有成就呢 30年的折磨 让我在佛法修持上 得其门而弃入 所以这个就是 老和尚 这个忍辱的故事 我们听了老和尚 这样的故事 当我们对周遭的人事物 感到不满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如果老和尚 遇到这种情况 他会怎么样来应对 老和尚 接触佛法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一位蒙古的亲王 就为他介绍 他去亲近张家大师 那么老和尚 一见到张家大师 就问了 我知道佛经 是高深的哲学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能够让我很快地 弃入境界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老和尚 他是很踏实 学佛 不会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他还希望能够修行 误入 张家大师 就教他 看得破 放得下 看破放下 然后鼓励他 从布施做起 老和尚说 我穷的 三餐 都有点困难 我哪里有钱 可以去布施呢 张家大师 就是说 最重要的 你是 就是你要有布施的心 不在于你布施多少 你有一毛钱 五毛钱 拿出来布施 这个都可以 那从此呢 老和尚就很认真的去布施 他认真落实了半年 真的有效果 他的收入慢慢增加 张家大师 是修行人 他讲话很慢 有时候呢 老和尚问一个问题 大师要沉默半个小时 都没有讲话 他就看着老和尚 老和尚就看着他 两个人就相看两不厌 这样 因为张家大师 他知道年轻人 心浮气躁 你心还没有静下来的时候 跟你讲话 你会当作是耳旁风 所以他要让你心静下来 他跟你讲的答案 才会深刻 那老和尚也很难得 他能够很耐心的 来等待张家大师 所以老和尚呢 是学习到张家大师 这种静定的功夫 他说呢 我跟大师在一起的时候 话很少 大部分的时间呢 就是静静的坐在那里 但是呢 会觉得很舒服 那个磁场很好 这个就是神教的榜样 老和尚和尚跟张家大师 学习三年 那么张家大师也是 每个星期天 给老和尚两个小时 单独来指导老和尚 这就奠定了老和尚 学佛的基础 三年之后 张家大师远挤了 那么那时候老和尚还在上班 所以他就请假三天 去守灵 在张家大师火化的这个地方 守灵守三次 然后他就回想 这三年张家大师都教他什么 然后就想到 每次张家大师要送他出来的时候 都会讲一句话 戒律很重要 因为张家大师很了解老和尚 你要直接教他去学戒律 老和尚会反弹 不能接受 所以就把这句话打到他心里 让他印象最深刻 所以呢 老和尚想到这一点 他真的就很认真的 去研究戒律 那也就了解 否为什么要来讲戒律 张家大师建议老和尚出家 学习释迦摩尼佛 讲经教学 同时还跟他讲 你不用自己去求出家 会有人来找你出家 求你出家 那后来老和尚 到李炳恩老祭室 那边去学习 真的有一个法师 就从台北 到了台中 来找老和尚 这个林济世的那时候的住持 心悟法师 劝他出家 那事后呢 还托人家来找他 建议他出家 两个月当中 来了九次 那真的是人家来请他出家 很诚恳 老和尚就跟李炳恩老祭室商量 李炳恩老祭室不轻易 劝人家出家 那人家都已经来了九次 这么诚恳 所以李老师也同意 老和尚可以出家 所以真的就像这个张家大师讲的 然后张家大师还跟老和尚讲 你发心弘法 那么你一生呢 有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用操心 那老和尚呢 就完全按照张家大师的话 去做 后来也证明了 大师所说的 真实不虚 张家大师 他看出老和尚福报不够 而且短命 所以就劝老和尚 行三种布施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老和尚很认真去做 他真的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他家族三位长辈 都是四十五岁就走了 他的爷爷 他的亲伯伯 还有他父亲 都是四十五岁走 然后从小呢 他母亲呢 去为他算命了 都说老和尚只能活到四十五岁 还有他有两个好朋友 同年的好朋友 后来也出家了 在不同的地方出家 他们三个也是同年 然后去给他算命了 都说只能活到四十五岁 一位叫明言法师 一位叫法荣法师 那到他们四十五岁这一年 三月份 法荣法师真的走了 过世了 五月的时候 明言法师也走了 到了七月 老和尚正在讲经 突然就生了一场大病 老和尚平时很少生病 结果 这一生病就没有办法讲经 老和尚就知道他时间到了 所以也不去看医生 因为医生能够医病 不能够医命 所以他就念佛 求往生 结果念了一个月之后 病就好了 可以继续讲经 他这一年就没走 四十五岁这一年就没走 隔年他遇到甘诸佛佛 甘诸佛佛就说 你这一年 你十二年来 因为三十三岁出家 奖经到四十五岁 你十二年奖经的功德很大 你本来是 就是没有福报 你这一生本来命会很苦 而且寿命很短 那你现在命运完全转变了 你福报很大 而且寿命很长 我们如果算到老和尚 九十六岁元几 那等于寿命延长了五十一年 真的可以改造命运 然后呢 老和尚去亲近 地名老居士的时候 老居士就跟他约法三章 你到我这里来学习 第一条 你从今以后 你只准听我说法 其他一切法师大德居士 想听说法 你都不准听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从今天开始 你要看的书 都要经过我同意 包括佛经 我没有同意的书 你不准读 第三条 你过去所学的 我一概不承认 统统作废 从今天开始 从头学起 你如果做得到 欢迎你留下来学习 你如果做不到 那你就另请高明 三个条件 那么这个话呢 乍听之下 好像很跋扈 目中无人 但是老和尚 他知道 李老师是 真正的善知识 所以考虑一会 就答应 然后李老师 他答应之后 李老师就跟他说 这三条是有期限的 五年 你遵守五年就可以 可以不必继续 那我的资格呢 只能教你五年 那五年之后怎么办呢 我为你介绍 一位名师 也就是应光大师 那后来老和尚才知道 这三个条件呢 李老师只要求他 一个人遵守 没有要求其他学生 那老和尚真的是 尊师重道 老师的要求 他既然答应了 他就很认真的去做 很认真的来守 这三条 三个月之后 他发现 发现自己的心 安定下来 不会胡思乱想 而且感觉心清静 有定力 因为你耳朵被关注 你不可以去听 其他人讲经 眼睛也关注了 你只能够读 老师允许你读的 就只能够 一心一意学老师的东西 没有掺杂 那你以前所学的呢 你也不要拿来 跟老师辩论 扯鼻 老师也没有时间 跟你辩论 所以因为都作废 从领学起 只能够问 老师教的问题 老师上认真守了半年 这个效果就很明显 那本来呢 他对这个方法 还有疑惑 只是他还没有 去问李老师 半年之后呢 疑惑都没有了 不必问了 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 真的管用 等到他守了第三年 老师上主动 去跟李老师请求 觉得自己根性太差 五年不够 我要加五年 总共守十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老和尚 这种认真向学的精神 他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 普通人你要约束他五年 他已经 已经 很受不了了 觉得五年到了 那太好了 解放 那老和尚真的是不一样 李老师常常劝勉学生 要保持讲经 保持这个温度 他就举例子 练拳的人要全部离手 每天全部离手 歌唱家 唱戏的人 他每天要取不离口 免得生疏 所以讲经的人也是一样 你要天天练讲 如果你三个月不讲 那就生疏掉了 六个月不讲 等于是你所学的都丢掉了 那练讲的时候 有没有人听都不要紧 你对树木花草也可以讲 就是要这样子练 你才能够练得成功 老和尚他很彻底的来贯彻 每天都练讲 没有人来讲的时候 他就用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 那时候还有录音带 播出来 自己听 哪怕他到了美国加拿大 平时大家上班的时间 没有人来听讲 老和尚就自己练 他就不间断的来练讲 那这个讲经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前面解门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现在是讲行门 为什么又讲这个讲经这个事情 因为别人讲经 那是解门 是研究教理 老和尚讲经 就是修行 是行门 老和尚就是利用讲经 把妄念止住 所以讲经的时候 就是在修行 同时 老和尚是以 这个谦卑的态度 来讲经 他说 他讲经的时候 只有 就是说只有自己是学生 他虽然在台上坐 但是他是学生 台下听的全部都是老师 是监学 是来监督自己的 所以他是以 跟老师做汇报的心情 来讲经 然后 他还自己 省察自己 说他学佛前十年 还没有离开 明文立养 还有好胜心 有时还有嫉妒的 这个习气 只是他没有 嫉妒的行为表现 但是这些 到后来 都没有了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老和尚 这个确实 从讲经当中 得到很大的提升 那么 我们也发现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所讲的 他是真的做到 说到做到 像老和尚会讲 我们要理尽诸佛 对一切人事物 都要恭敬 老和尚 对一切人 都是平等的恭敬 一视同仁 老和尚对事情 也很认真的来做 他做一件事情 就专注 做完这件事情 才会做下一件 老和尚对待物品 也是以恭敬心 这个恭敬心 就展现在 物品都摆得 整整齐齐 保持得干干净净 那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一个 我亲身看到的 我是2012年1月 才到香港 去亲近老法师 那时候老法师 已经86岁 在我们印象里面 老法师 90出头之前 都是自己冲澡 我们逝者 只需要把干净的衣服 放好 就可以退出来 老和尚自己 洗完澡 穿好衣服 打开浴室的门 我们逝者 才进到浴室 当我们进到浴室的时候 会发现 这里浴室 好像没用过 因为到处都是干净的 一滴水都没有 老和尚是冲澡的 就是说 老人家会准备一条毛巾 就是洗完澡 擦干身体 他就用这条毛巾 把各处的水都擦干 包括水龙头 包括脸盆 包括墙壁 包括地板 一滴水都没有 那可见 老和尚对物品的那种爱惜 因为你只要有一些水质 金属的东西 它有可能 那个水质就擦不掉了 甚至会生锈 墙壁地板 那个痕迹也会留下来 所以人家借给老和尚用的地方 有一层楼 几年后归还的时候 这个主人说 这个好像是新的一样 所以老和尚对物品的爱护 做得非常的彻底 老和尚讲经成功的要素之一 就是在于他勤于观察众生的根基 老和尚说 你要帮助人 帮助一些众生 一定要了解一切人 心里在想什么 这一点很重要 要顺从他们 这个正面的欲望 他才容易接受 佛菩萨的教诲 所以要观基 讲经的人都提倡 要观基 那么什么时候观基呢 不是讲经开始之前 才观基 就是在一切时一切处 都是我们要来观察 众生的根基 观察这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宗教 我们都要全盘去了解 这样你才有能力 帮助大家 所以晴于观基 这个我们觉得也是老和尚的一个德行 事实上老和尚好学的实力 是讲不完的 我们以上也只是讲个大概 给大家参考 老和尚好学的精神 就像孔子 好学的情况一样 是很令人感动 这里面呢 也有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 那么 所以呢 今天 在我们 全数字要 实修班的 第一节课 就是希望 以这个来供养大家 老和尚 就是 因为有老和尚 所以很多人才会来学佛 也才有这个汉学院 也才有我们今天的 这样的一个办班 所以我们也是 饮水 私园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看 有哪些地方 我们可以 来跟随老和尚学习 那希望 这样的分享 对于大家 这次来学习 全数字要 能有一点帮助 好 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